三个小偷只是拿了一条项链 就被富豪带着猎曲追杀 可富豪的后花园比皇宫都大 三人跑了一天都没跑出去 这时小黑发现有一棵参天大树 于是他让两人举起自己 勘查一下外面的环境 好在小黑看到前方不远处就有一座小镇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富豪看得一清二楚 与此同时 蔡花也发现汽车声再次驶来 随后三人赶紧躲藏起来 但光头还是被富豪发现 他原本还想帮小黑争取逃跑时间 但下一年就被富豪直接猎杀 随着成功拿到一血 富豪竟然开启了庆功宴 但让他不知道的是 小黑两人竟然再次反杀回来 虽然被枪指住脑袋 但富豪却不慌不忙地拿刀 准备倒不偷袭 可下一年他就忍恨去了西北 两人也就此完成了反杀 可就在两人开车准备离开时 由于车速太快 两人直直地撞上了一棵大树 尽管小黑毫发无伤 但蔡花却被树枝刺穿身体 动弹了他 他深知自己的命运走到了尽头 于是直接让小黑离开 没多久小黑就顺着灯光 拦截住了一辆警车 本以为终于得救 可小黑却察觉不对 因为警车却直接把他送进了 那个豪华的庄园内 好在女土豪并没有为难他 反而还给他一大把钞票 因为他是这场游戏最后的胜利者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事 但团结起来 把力量聚集到一起 就会克服更大的困难